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可惜的是虎头蛇尾 那四大指数几乎都是杀尾盘 NASDA 道琼 S&P500跟非凡指数全部尾盘都掉下去 但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那个指纹的力道它已经出现 那主要是因为昨天美股 美国又公布了最新的CPI的物价指数 数字我没有记得很清楚 好像也是超过8% 可能不精准 但是就是数字还是一样搞 但澡盘却大涨 是因为市场的解读师认为就是说 认为这个通膨可能最顶就在这边了 后面物价要再大涨并不容易 而且联总会其实陆续续 也开始做了一些升息的因应 那一定对物价会有所压抑 然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大概持续在进行 但对于所谓的油价的刺激 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油价就在那边晃啊晃啊阵啊阵啊阵 也没有继续大涨 所以通膨的压力还是大 但已经到底 然后台湾的疫情是持续往上 200多300多例 400多例昨天好像首度来到了551 超过了500 今天早上 据说今天应该有超过700例 那看起来这个数字应该是可靠的 但因为陈时松其实在昨天早上去广播节目 就有提到说 他认为到月底之前应该就会看到破千例 所以我就说金融市场其实需要时间适应 但因为这个Omicron的变种病毒 它毕竟99%都是以轻症为主 所以呢重症比率不高 那医院的医疗的能量就不容易因此而崩溃 在能量充足 那轻症你不必来嘛 重症我好好收治的情况之下 那台湾即便是你出现了重重症 都可以得到妥善的医疗 那就比较不容易出现 一个比较升高的一个死亡率 所以这个病毒其实当初就有一种说法 说当Omicron的变种病毒出来之后 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最大的礼物 因为这个变种病毒它传播的快 它盖过之前所有的 之前的一个什么Alpha Delta的这些 毒性比较强的病毒 让他们几乎都消失了 但是呢 你却像是一个小感冒一样 大部分人像个小感冒一样 它未来就是这个新冠的疫情 会要终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种 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 比较平常心的做好防疫 去过日常的生活 我认为它对金融市场影响是短暂的 只是说初期200例 300例 400例 然后上升到破千例 这个过程金融市场需要适应一下 但适应的时间总是快的 所以今天就开始做一个反弹 美股沙海盘 但是台股非常强势 今天是雅股最强 盘中最高涨342点 中场涨310点 回到17301点 那跌破年限4天 今天出现了一根长红棒 当然还没有收复年限 看起来也差不多 因为我们说已知的利空 虽然说常常有新的发展 比如战争 通膨 升息 有一些新的说法 或者疫情持续在上升 但毕竟这些都已经是已知的利空 反复洗 反复正 反复撤 反复洗 反复撤 正 反复撤 股市就在这种多重利空之下 不断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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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次四重利空 没有跌破前面的16764的低点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说这边叫做第一只脚的话 那这边如果说可以打个第二只脚 那后面我认为行情 就会逐渐的好做 但我不敢说 要做一个强势的V转 今年应该是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升息 为了通膨 美股的升息的后面的力道 可能会来得更强 现在是因为有战争 所以还稍微客气一点 后面每一次升息个两码 是有可能的 那台湾不会升得那么多 但是有可能每次跟着升个半码 所以市场资金仍然是比去年少很多 所以你说要V转创高 回到之前的高档 我认为有困难 但再来就是一个 个股表现的一个行情 今年资金只有去年的一半 所以不会全面性的上涨 一堆股票基期很高 所以今年基期低的 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成长 而且非常整齐的族群的 比如说电动车就是 我认为今年的电动车 就是像是去年的IC设计股 这东西我们后面会 持续利用时间来跟大家谈 我认为电动车就是今年的主流 然后短线因为跌得很快 所以错杀股 我昨天有提到一个时间点 今天是礼拜三 明天是礼拜四 台电要法说 那我们预期说台电 它的说法会比之前来的保守 因为很多的 比如沉收制程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紧 那一些IC设计股的 那个晶片价格也开始回跌 因为客户PC 手机的部分 陆续电单都有在砍单的一个效益 所以建议代工一定没有之前紧 台电一定也会释放 相类似的声音 但是股价已经 先行做一个反应 这一波是一路刹到552块 在破了前波的低点 大盘都没破台电是破 但因为已经先反应了 所以只要这个说法一出来 利空出尽 我认为就是电子股票反弹的时候 所以这些台电其实就已经先反弹了 中场涨16块 说573 所以看起来全球的科技股 其实指标有时候是费半 有时候是台股 当台股领先费半 开始先走扬的时候 我认为今天晚上费半指数的表现 应该也会不错 因为全球的最上游 几乎都在台湾 当台湾的股价开始做反弹 全球科技股应该都会反弹 电子股我认为跌阵反弹时间已经来了 那经济科来说找盘最高345涨5.5% 尾盘更厉害 100张买单拉尾盘 收在346块的今天的最高点 涨幅是5.81% 所以很快 我就说这样股票过去都是标股本色 你给他整理盘盘盘盘盘盘 盘到最后前一波 也是一路被盘整到 跌到286块之后 一口气直接冲到540元 一个月的时间 一向都是这种标股本色 这一次从540压回到312块 就今天来到346 今天的缩盘加跟昨日的低点 已经差了三十几块去 明后天如果加速再往上 一下子那个距离就拉开 所以这种股票一直都是最标的 金融科一直都是最标 因为在下来的过程 外资天天买 外资几乎常常买 投信几乎是天天买 但买的张数投信目前不多 买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涨也跌也全部都是买 每天都有买 这边是越买越密集 代表这个市场的筹码 跌下来就是有人在卖 卖的比买的少 所以股价就往下跌 但反而持续在吃 当他们吃到一个满意的水位的时候 如果搭配业绩数字开始爆炸 后面我认为行情不会少这一波 286到540 是涨了254块 这边有条件涨了更多 因为数字正进入要大爆炸的阶段 一来是产能到位 第一季其实金融代工产能就到了 新的产能到投产 然后第二季产出 所以那个出货量会整个拉伸 这中间又分个两个区块 一个是既有的产品产能增加 出货量也会增加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除了 这个行政电脑之外 去年其实总共有三个主要的新的案子 另外一个叫POS系统 另外一个是台来电的工业电脑用的处理器 所以去年总共有接到这三块 那行政电脑会落在今年大概第三季要量产 其他的这两个部分 第二季就陆续要产数了 所以新产品因为产能到位陆续量产 我估计四月营收会开始增温 货币创高还不敢不好说 增加多少还不好说 但五月目前看起来 那个态势应该是乐观的 因为新产能加上新的产品的量产 五月份营收冲波高点 那是相当值得期待 然后六月底之前 全力金的尾款将有机会 应该说几乎是一定要入涨 因为如果说你的后面的量产 要排成在七月八月 你前面要开始排产的 那个都是要拿钱去排的 而且你的产品的测试 如果完成的话 客户就是要付钱 所以一旦这个尾款也入涨的话 第二季就会有所谓的 新产能新产品的效益 出货的成长加上全力金的入涨 那将会迎来营收的大爆发 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加入一块 比较不能确定时间点的是 后面的新的案子 据了解是跟车载IC有关 那这个案子应该会比日本的 5G订单来的规模更大 那会不会落在第二季签好或者第三季 这个比较难掌握 要看公司什么时候来讲 所以如果这次再进来的话 那营收后面是好上甲好 那第三季就不用说了嘛 当新的电脑开始爆的时候 整个出货量爆上来 业绩就是好几一起跳 所以前面这一波是286到540 涨了254块 后面的业绩比前面要好好几倍 所以我说这一次有条件涨得更多 所以前两天大家都很闷 大盘也差 金利科也跟着其他的IP股 全部都掉下去 那我的看法其实始终如一 我说反正也没有融资 你也不会被断头 所以你就续爆吧 你砍在300多块 常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会非常的后悔 而且有时候不到一个礼拜 你就后悔了 这次也一样 你就盖牌吧 那涨上去之后 我相信他会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回报 我在金利科的部分 那红色的部分 今天盘中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强力的反弹 中场收66 盘中最高66块4 中场收盘涨了5.1% 那说这股票真的是杀了冤枉 上个礼拜五 最高74.5% 然后礼拜一公布营收 大举刷新新高记录 新高是3.17% 1月份 二月份过年回落到2.66% 三月份大举冲到4.03% 越增51% 比新高增加了大概8000多万 大局刷新新高记录 但股价却反向往下杀 一来大盘不好 二来可能短线可能筹码很多 现在很讨厌 有那种赌营收的 然后出来就是卖的 有那种当冲的 有那种隔日冲的 大家越做越短 所以常常拨断股票 被来回洗来洗去 洗到让加工快翻脸 但是就像我说的 营收大好 而且趋势是大好的往上 应该大涨反而杀下来 这边不是给你卖的 是给你买的 公道有时候会迟到 但是持来的正义 持来的公道 常常来的又快又急又猛 今天营收创高反而杀下来 这边要给你买你不买 两三年之后 蹦蹦上去再创新高 这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已经开始展现这个力道 涨了超过5% 我说V转是可惜 因为营收大增51% 短线筹码真的杀过头 不管是利多出境 其实没有出境 营收大好的第一个月而已 没有出境的问题 只是说短线筹码它玩得太短 小赚杀下来变成赔钱再砍 大家都看不到明天一样 可是其实三月好 四月五月六月更好 所以怎么下来就为什么上去 因为人家这一次是中国美国订单 只有美国订单是特斯拉 一般来说特斯拉相关概念股 本益比是25倍 去年赚不多 0.25 今年以这种数字一路上去 可以赚6到7块 给你涨到7几 本益比也就大概10倍而已 现在回落到这边 今天股价收盘66块 本益比就差不多就是10倍 这种特斯拉相关概念都是25倍 那你知道10倍到25倍 你就想成10块如果涨到25块的话 那是有150%的空间 所以我就说 从三月营收局看到很多的测用股 营收成长都相当强劲 第二季非常乐观 那台湾也定出好像2040说要改电车了 所以大家都一样 所以电动车未来会是一个大主流 去年IC设计涨了好几倍 因为去年的设计股比前年成长一堆 成长好几倍 同样的今年的设计 今年的电动车股票就好像去年IC设计股一样 如果说去年IC设计是全台股最强势的主流 或者全电子股最强势的主流 那今年我认为最强势的主流会在电动车 所以红素的部分营收最强 却被杀翻天 怎么下来就会怎么上去 很快就会还给你公道 所以你第一档买一买 后面你会谢谢我 你会谢谢我 然后呢 昨天金星科亮灯所长提 它就是我说的超强数字金贫股 我们是把1727的中华化 在前天礼拜一 掌停板 不是不是掌停板 早上大涨到52块 获利出勤 然后转到金星科 然后昨天 赚了一根掌停板 然后早上再冲高 最高来到76 尾盘不止 最高来到 对就是76 尾盘一度翻黑 这就是所谓的格日冲当冲板 所以这种东西很讨厌 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市场的常态 因为现在就是当冲的交易税减半 当冲就很盛行 然后现在行情又比较短 所以常常创高的股票就有卖压 但趋势够强 尾盘还是拉起来 中场小涨 收小涨4毛收73块6 所以昨天赚了一根 今天再小赚 这是一个完美的换股 三分零收也是月增30% 从4.79亿跳到6.25亿创新高 之前的新高是12月份的5.32亿 这个三月份跳到6.25 增加在9000万 所以看到相关有车用题材股票 这个营收强度都非常强 所以就是电动车的订单 大爆发今年大概是元年 很多的IT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跨路电动车 经过一两年的努力跟认证 今年非常非常好 所以今年电动车的好 就跟去年的设计股 那个感觉非常的里头 而且这个族群非常庞大 它可以装大钱 所以设计股在今年会比较 我认为空间比较有限 那IP股我认为还是强 那可以承接IC股 或者IC设计这么庞大资金的族群 我认为就是电动车 那以金针科来说 去年第四季就赚了2块1 我们估计第一季要赚2块4 第一季应该是今年的 不会是今年最高 因为还没进入旺季 所以估计今年可以赚个9到10块钱 那非常合理 那现在股价前两天低于70 买的时候低于70 现在最高来到76 收73 那以电动车的本益比 大概都20 25倍 特斯拉的会更高 25倍以上 那我就说 赚9到10块的20倍 都应该有180 200块钱 现在只有多少 只有70 所以我就说 这个都是有三位数字的实力的 那一个波段 你说要赚个超过三成的一个波段 我认为这些股票都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暂时收一口气 什么疫情 战争 通膨 升息 多重利空 同时发生股票 测测测测低点 低点不破 开始反弹上来 大概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后面陆续要进入一个反弹的阶段 大家可以松口气 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 我们坚持买都是金银股 找到最好的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成长性或者市占率 这些股票在利空的过程 它都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盘是一好转 很快就会上去 每一档股票都是如此 那等等广告回来 我们再聊其他正在布局的方向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年的电动车概念股 就是去年的IC设计 如果说IC设计是去年电子股里面最强主流 今年我认为就是轮到电动车 因为目前看到的接单展望 三月看到的成长数字都非常的强劲 那一一电的部分也是一档电动车的标股 昨天盘中最多涨8.2%来到104块半 然后今天盘中再来到107 对盘比较可惜被打下来 收到100块钱 但它仍然在高档均线附近做一个整理 那投信昨天也是一样 没有卖维持一个小买的一个态势 所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投信在第二季 整个布局方向整个导向电动车 这方向非常的明确 那受大陆封城影响 影响短期营收 实在影响小减0.6% 但是大陆的封城影响供应链 影响客户短期的下单 那个毕竟就是这么一个多月两个月 大陆也会调整非常快 它受不了经济受到这样的一个损耗 所以整个趋势不变 去年赚0.8 去年赚0.8 今年要赚8块钱 一个十倍数的成长 所以我就说去年的IC设计 很多获利都成长好几倍 今年轮到电动车 可能原本赚个几毛钱的 一两块的都要赚个五六块七八块 今年会有非常多这种股票 最强的股票都会在这个区块 然后礼拜二全新布局一档 低价电动车的精品股 今天涨完最多涨6.1% 盘中稍微压回持续做买进 三月营收也是创历史的新高 而且年增五成月增三成 所以发现说金星科也好 红硕也好 月增都是三成五成 年增率都超高 今年整个都是大爆发 因为特斯拉的订单大爆发 居然赚只有六毛钱 今年最乐观五块钱 包收益抓四块到五块钱 同样的 这个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本一笔应该都要25倍 假设四块钱25倍 其实就是三位数字 现在股价只有四字头 不要说三位数字 初步先抓个七字头的话 空间都不止三四成 所以这些股票都非常的强势 所以再来我们会布局 一系列的强势的车用格金银股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顺利小鼠史达梅士的加入之后 只要加入的朋友留言正一 以及留下你的联邮电话 都可以得到四月份一档 最新虎年新标股 大家超市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帅沙沙 flourish microscop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